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姐 前两天看到一句话 当代年轻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莫过于算了吧 仔细想想还真是 这一届成人的日常就是算了 当代年轻人最擅长的就是三秒放弃 只要有后路可退 就永远不会一跳到走到黑 前一天想好明天要化好穿装出门 要走在街上大杀四方 可是出门前看看外面火烂烂的太阳 算了算了还是叫个外卖安心待在家吧 前一秒在网上看到外卖行业又爆卫生问题 下定决心要自己做饭吃 可是进厨房感受了半分钟后 算了算了还是叫外卖吧 以前看着别人环游世界 闲云野鹤总会在内心暗下决心 我也要在三年内成为那样的人 现在只会看看自己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账单 然后摸摸自己的头说 算了算了 曾经在街上看到好看的异性 会想尽办法用来联系方式 现在只会感叹一声 好帅哦好美 联系方式 算了算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有一个朋友每天都在念叨着减肥 在朋友圈里可以经常看见他的减肥Vlog 内容大致是 从明天开始改变自己 早起跑步控制饮食 是要瘦成一道闪电 就在我们以为第二天会等来他的健身照时 发现第二天中午 他默默删除了前一天的朋友圈 有人说 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成为了佛系的一代 对待很多东西都失去了欲望 怕麻烦 怕拒绝 怕热 怕冷 于是在很多事情上 三秒放弃成为了常态 倒不是对生活已经失去了热情 而是因为生活实在是太累了 再难放过自己的地方 就放过自己吧 毕竟在很多事情上 再说出算了的那一刹那 感觉松一口气的畅快 反而大过得不到的失落 前两天 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 你会因为外卖小哥送餐迟到而投诉吗 很多人表示 不会 原因大到是懒得麻烦 这一件年轻人 已经懒得去争执了 因为不想争执 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算了 同事说话不经大脑 以前一定会变身狂对对 对着天昏地暗 你死我活 林结束还会甩上一句 我跟你没完 可是现在只会在内心按骂一句傻逼 然后对自己说 算了算了 以前会因为领导的装置 愤怒地喊出一句 我不干了 然后说走就走 可是现在只会感叹 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然后算了算了 一切照做 在飞驰人生里 沈腾试验的赛车手 年轻时也是一个 有着少年义气的人 曾经也会因为自己天赋过人 在记者和大众面前 肆意地羞辱对手 可是后来经历被竞赛 承担了生活的重压后 他也变了 面对投资方的撒兵要求 只要不触及底线 他只会一句算了 然后乖乖服从 曾经的那些年少义气 都被现实谋得渣得不深 全身上下都写着 累 麻烦勿扰 生活已经让筋疲力尽 不再为自己找麻烦 是当代年轻人 处事的不二准则 只要不触及到底线 他们便可以自动屏蔽 这傻逼何不如人意 要说现在的年轻人 最上场的事情 一定是接受现实 曾经干什么事情 都会想要一个结果 恋爱了想要结婚 结婚了便要白头结老 交朋友想要天长地久 而现在也渐渐认清了 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的现实 环境会变 人也会变 算了算了 走一段是一段 活在当下 现在高兴就行 在电影和沙漠的五百天里 男主角始终渐渐认为 自己和女主角 沙漠是命中注定的一对 即便分手 也不愿放下对她的感情 一直想要和她重新来过 直到经历长长的修复期 看到沙漠和别人走进婚姻殿堂 怀孕 才终于明白 没有什么命中注定 那些你以为的非彼此不可 不过都是自我意淫 于是说上一句算了 然后潇洒转身 而在她从沙漠的感情中走出来 她也邂逅自己的下一个命中注定 所以说 Summer后面是Alton 人生总有下一季 爱情总有下一季 一句句算了 背后除了无法掩盖的无奈 还有迎来下一季出现的可能性 有人说 算了两个字 是这世上最让人心酸的两个字 因为这两个字上 既有看透一切的无奈 也有无能无力的转变 既有无可奈何的失望 也有无计可适的妥协 小时候 我们的字简历 很少有算了这两个字 因为我们以为什么都有答案 所以什么都想求一个结果 和朋友闹矛盾 一定要分清谁对谁错 谁黑谁白 认定一个人一件事 便执着地往前走 可到了一定年纪才发现 其实人生并没有所谓的答案 现实总比我们想象中要残酷许多 真实的生活 原来真的有那么多心酸纠结 真的有那么多遗憾错过 真的那么多无能为力 没有人能抓住一切 很多时候 我们还来得及做出选择 现实就已经帮我们做出了取舍 自我安慰也好 逃避懦弱也好 无能为力也罢 越每一个说出算了的人 都能真正活得开心一点吧 你生活中有哪些算了的时刻呢 我以前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也会去跟人家争辩 或是争出一个结果 现在多半也是怕麻烦 然后不想纠结太多 不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我工作的行业是这样的 那个我们有些话 不要追根跑地 得到结果会让你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与其说算了算了怕麻烦 其实怕麻烦 就要在源头上做控制 比如说不要去结交一些 无谓的社交 跟没有意义的人交流 工作的时候 当然人往很多观众 那重口难调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常在交往当中的时候 你要么就跟人家并驾齐驱 可以作为伙伴一起成长 要么你可能比人家年长一些 可以给人家一些经验 千万不要去指挥 跟指使任何人去做 你觉得对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看法 跟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至于算了算了 脾气可能上来了 我解释了半天 人家听不懂 然后我就算了 不想解释了 因为真的没什么好解释 我解释了半天 你听不懂 不是鸡同鸭讲吗 当然有时候 虽然是因为很无奈 因为讲了半天 你也听不懂 我也知道算了 因为可能越毛越黑 你可能想得更歪你 所以在什么时刻 你会说算算呢 在现在的时刻 我连玩个游戏 也不会惹麻烦 那当然因为 游戏的环境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现在 在玩的万国决心 有很多事 我们只能沟通 可能抱歉 我算了 然后就是这样结束了 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 做正面的反击 或是怎么样 因为 卧行产胆嘛 游戏性质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 如果你觉得 你希望有一个结果 那你一定要追求 这个结果 如果你没有得到 结果或答复的话 心里一定会不安 那当然 有一些事情 没有必要追求结果 所以不要太 纠缎自己好吗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正午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